其實這種戰略的東西大概是就算要變也不會急轉彎 現在因為韓國瑜他承認主要共識 所以當然對岸就是對他很favorite 那你的兩岸一家親跟你的親美友中 你有什麼樣的論述或是會變嗎 其實戰略不太會變 其實像親美友中就好像2017年就講過 其實這種戰略的東西大概是就算要變也不會急轉彎 可是你怎麼看他說他還可以選特首 韓國瑜講 蛤 應該4年吧 最近的民調裡面如果把韓國瑜納入的話賴清德是36韓國瑜29 您是26您排到第三去了 反正民調就這樣看看就好 打個跨民調賣賣話 說是這樣啦不要每天拿民調來問 我的標準答案就是看看就好 可是你的落差這麼大嗎 民調每家做的 話說每家做的民調 事實上有時候勸得趨勢可以看一看 每天去看那個我看算了